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曾有好友讲过 他总是梦见已故的亲人 梦里的情节有时难以琢磨 有时过于真实 他认为这是已故的亲人 想传递给他某种讯息 或是给他警示 每次醒来 他都尝试把梦境再牢记一遍 然后查阅周公解梦 像他这样 曾经梦见过已故亲人 诉说他的遗憾、痛苦和未了的心愿的人 不在少数 按照佛家思想 那可能是他在寻求你的帮助 因为他曾对你最亲近、最信任 每个人的一生 无论精彩还是平淡 富裕还是贫穷 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 佛家所说的六道轮回 认为人走完一生 会进入下一个轮回 也就是下辈子 即使说呢 死亡并不是真正的结束 在轮回之前 它还存在于世间的某个地方 佛在《地藏经》中说 如果已故的亲眷属没有从恶鬼道出来 也没有找到可以帮助自己的地方 就会托梦过来 告诉曾经跟自己是亲属的人 希望他帮助自己解脱恶鬼道的痛苦 若以真诚心念《地藏经》来帮助亲人脱离痛苦 当他们解脱之后呢 你就再也不会梦见他们了 其实啊 梦见已世的亲人 并不是多么恐怖的事 在农村地区呢 一般来说 家里都不会让子女去上坟祭祀的 有网友曾讲述过 他因为给过世的长辈上坟 所以夜里梦见他们的经历 梦到亲人亡灵的真实事件 那是他第一次去陪爷爷和爸爸给太奶奶上坟 就公共墓地走一般的程序 他在太奶奶坟前磕了头 当时呢 他对这些还蛮好奇的 就看父亲边烧纸边念叨 后来回去大约一两周 他就做梦了 他梦见手里端个骨灰盒 卧室的桌子上放着遗像 但是看不清楚脸 就感觉模糊一片 他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呢就吓着了 手一抖 直接把手里的骨灰盒扔桌子上了 那盒子还撒了点 这就更害怕了 因为他的卧室门正对着家里的餐厅 餐厅右侧是厨房 他就发现卧室门已经开了 从厨房窗户透出来的月光特别亮 感觉有风直吹面门 当时他就不行了 直接蹲下 捂着耳朵就开始念叨 一直说着 可别吓我 我最害怕这些了 千万别吓我什么的 可能当时呢也是吓得不行 他感觉突然有人出现在餐厅 一点一点往他这里走 好像煮着拐杖 有木头敲击地面的声音 他更不敢抬头了 后来听见那脚步离自己越来越近 感觉停在自己面前了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他就偷偷看了一眼 瞅到了木头拐 还有一双黑色布鞋 好像是 后来就感觉被人夹着胳膊抬起来了 那一瞬间呢 突然就不害怕了 他记得呀 是一位老婆婆坐在他的床边 把拐杖放在一边 就开始问他 家里怎么样之类的 这个时候呢 他倒感觉不害怕 只是还是看不清老婆婆的脸 就像一团雾气蒙住了一样 不过他倒也把家里的事情 与老婆婆一顿说 两人聊得挺不错的 直到看到窗外 有点要亮的迹象 他就走了 但一直记得很清晰的 就是那根木头拐杖 后来呢 他们加班加的时候 从屋子看到一根和梦里一样的木拐杖 他爷爷告诉他 那是太奶奶生前用的 网友的描述 让看的人也心里一凉 亲人的亡灵会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但具体寓意着什么呢 亲人的亡灵出现在梦里的寓意 亡者的心时一旦离开肉身 整个死亡过程便告终结 这也是今生终点 及中阴阶段的起点 中阴亦称中有 在一生终结与另一生的开始之间 便称作中阴 亡者在死亡过程完成后 投生六道中某一道前 其心时便会因业力 及对自己的挚爱 而得一种称为中阴身的细微身 以这种身存在至因缘成熟 而再次投生为止 这种中阴身的所谓身相 并无实质 只是大概具身相而已 中阴身并不吃用实质的饮食 而以气味为食 中阴身的身相 是他的下一生的形象 如下一生将生畜生道者 行如畜生 而身如烟色 将生于地狱道的 中阴身色如焦炭 行走时是道立而行的 将生为恶鬼者 身如水色 倒退而行 当生人戒者 身如金色而平行 当生天界中之色戒天者 身色白 而行动时如上升飞行一般 当生天界中之欲界天者 身色亦为金色 行时如飞行上升 以上这些是依据佛说入胎经描述而说的 中阴身的眼、耳、鼻、舌等身根的功能齐全 而且具有神通 例如中阴身的眼 有如天眼通的功能 能看极远的事物等等 中阴身因为有各种神通 便能穿墙过壁 通行无足 不论宇宙哪一方 中阴身一起念时 刹那便能到达该地 唯独佛陀成道的金刚座 即此中阴身当头生之母胎 此二处不能穿越 另者 中阴身虽有一些天眼通 但他们只能见到与自己同类的其他中阴身 例如 当生恶鬼道的中阴身 能见到其他当生为恶鬼的中阴身 而不能见当生为人的中阴身 当生三善道 任何一道的中阴身 则体验的是温和悦异的景况 其见到的天色 如有月光的夜晚 当生三恶道其一者 其中阴身则经历黑夜 及斗争不绝的景况 处于极度恐慌及彷徨之中 到处流浪飘荡 直至投胎为止 中阴身的寿命 以七天为一期 充其量也只会有七期 在这四十九天内 中阴身必定投胎受生 有人问了 如果在四十九天后没有受生 中阴身是否仍会流连飘荡 或魂飞魄散呢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烦恼及夜利固 而得中阴身 这一即是说 我们必有再度受生之因缘 故绝无可能在四十九天内 仍未再度受生 另者 这里说中阴七为七个七天 并非说中阴身会于第四十九天 才再度受生 而是说 他在四十九天期内 必会受生 这可以是一天 两天 乃至四十九天不等 有些人说呀 我的王父昨晚回家 我见到他的鬼魂等等 其实啊 人在死后 其中阴身已化为 下一生当头之道的形象 绝不会出现生前之形象 况且 我们凡夫的眼睛 也不能见中阴身 中阴身 亦无能力 报梦给前生亲友 有些时候呢 有些人的确见到 如以王亲友的鬼魂 但这些 只是某些 具变化神通的 恶鬼道众生 所幻化出来 以欺骗见者 施以饮食供养而已 他们并非见者的 亲友之中阴身 另者 有人以为 王者会长期流连于 前生住处或亡身之处 这也是不符合佛说的 中阴身之寿量 至长亦不过四十九天 绝无经年累月的 在某处流连的可能 由于中期至长 亦不过四十九天 亲友若要利益 以王者 最直接及有效的期间 正是这四十九天 在这顶多四十九天的期间 亲友若为刚王者布施 供养三宝 修法及做善等 可以改变其中阴身 故此亦可改变其 下一生之牲畜 如本当生于恶鬼道者 其身本如恶鬼形象 但若亲友于此中阴期未完前 情做善业 回向于王者 最后其中阴身仍有可能 变为当生人道的人形中阴身 于其中阴期届满后 投生人道 在此期间呢 懂修持的亲友 可为王者修各种法 或供僧 布施 及严僧 诵经等 或修熏焉供养法 亦可 一旦中阴身再度投生 其住处已不能变更 其前生亲友 若代为布施 及修善 当然亦有利益 但却不可能直接地 令他转生别处 此外呢 汉人把祖先的骨灰 放在佛寺中 也本非符合佛法的传统 而且对祖辈完全没有好处 如果祖辈早已死去多年 我们又想利益他们 最好的做法呢 是代为修善 尤其是以我们这个 有祖辈的血肉 延续延伸出来的肉身 所做之善 如顶礼诸佛 捐血助人等肉身所做善业 最能带来直接利益 早已不知转生至哪里的祖先 总之啊 不用过度纠结 梦见已故亲人是好是坏 如果能梦见你日夜想念的人 在梦里找回曾经相处时 难忘的感觉 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即使醒来呢 也可以回味好久 尽管这种美带着一丝丝伤感 活着的人要幸福地活 为自己而活 为亲人而活 精彩地活 才不会辜负已故的亲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